最近这两年全球都经历着高通胀的压力 但是经济却出奇的快速增长 甚至说某些国家的股票市场 频繁的出现造负神话 但是随着全球通胀指数开始逐渐的下调 从3%甚至降到2%以下 现在各国央行的汇率已经开始逐渐的去放松 甚至说进一步的降息 但是通胀控制住了 可是经济为什么却停滞不前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 第一GDP增速开始逐渐的减弱 然后个人信贷部门的整个的融资成本 还有美国家庭整个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再有就是这种比如说就业或者说投资方向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疲软 那么随着明天后天 整个美国会公布大选结果 到底是男赢还是女赢 可是我们看到 美国的股票市场一直都吸引着全球资产 但是它能吸引多久 其实这是完全的一个问号 某全球知名投行的首席专家 David Kelly做了对民主和共和的一个推测 如果说川普上台了 那么会迎来更激烈的这种扩张性的财政 可能会再次面临通胀 或者说美元指数会进行一个短期的波动 但是如果哈哈姐赢了 可能他会延续拜登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 但是对于经济呢 可能美联储会进一步的暗部旧安 开始逐渐的降息 走向这种中立性政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股市之间的差距 一直跟大家聊 中国的市场呢 其实现在缺少的是这种回购加注销 甚至说给整个的这种股民提振信心 今天整个的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是缩量性的上涨 成交额只有1.7万亿 而且比上一天是少了5000多亿 但是我们也看了一些统计 比如说今天有好几只股票 都出现了地天板的情况 让很多股民都直拍他腿 觉得错过了机会 甚至说我们再一次的玩了谐音梗 这种字梗的话 现在有一只票子叫做沙普爱斯 竟然也出现了涨停 可以说整个的市场 其实现在的资金已经逐渐的偏向于哈哈姐 但是未来的结果 谁都无法去预测 因为大部分提前的投票选举和整个的这种邮寄形式 只占据选举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大部分的结果都在于明天和后天的凌晨 而我们整体的市场 可以看到现在的牛市 很多人都说是北交牛 从9月24号一直统一季到11月4号 可以说北交所有接近于100只股票都翻倍上涨 而大部分有的接近于5倍甚至10倍 但是平均的市值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偏低的 而整个北交统计只有千亿多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直都鼓励 比如说上市公司的去回购 或者是上市公司的这种股权奖励 像北交它总共只有两条主线 或者说我们的市场现在是两条主线 第一点就是科技的专精创新或者扶持 第二点就是这种重组 当然重组的话不意味着让一些股东去套现 我们很多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 或者是在公司打工的人 老板都给你画饼 说努努力 我们明年或者后年或者再后几年 我们上市 但是上市了以后 这些公司就等于失去了目标 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上市 圈钱 然后分红 跑路 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以前是特别的明显 也在昨天的视频跟大家聊过 我们A股的市场 其实前10%的股票的盈利 占据了我们市场超过60%的盈利能力 而且大部分的这些股票 其实都是归我们国有 或者是相对来说控股的 而一些中小上市以后 你会发现一查股权穿透 这除了自己家的七八口人 其实往外放的股权没有多少 那么也就造成了中国式的股票 其实很少会有回购注销 但是我们也看最近的统计 其实现在风向已经开始逐渐的变化了 我们最开始从14年15年到现在 整个的股票回购 其实资金一直都是特别的小 但是在今年第一次超过了这种股权融资 因为24年股权融资特别少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占比 但是我们在细分市场 因为有A股和H股 香港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公司 都是偏向于美国了这一个股市 它会进行回购和注销 而今年香港排名前四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种美团或者是腾讯 其实他们就已经占据了 香港市场这种回购份额的70% 而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 有的是伺机而动 也就是说我回购了 但是我会再重新的 当股价上去的时候 卖还给市场 这种情况下 其实受到股民的追捧 就开始逐渐的变少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的话 其实多的有5亿 少的有几千万 几百只股票都开始去发这些声明 比如说我要去进行回购 我要去进行注销 那么我们要考虑 这个市场到底是做一波秀 还是未来会逐渐的进一步完善 如果说市场进一步的完善 其实就像一个交易的系统 怎么跟大家聊呢 就是你一个突然之间的意外 或者是黑天鹅事件 不会决定这个系统 或者是不会决定这个市场的走向 市场的走向会一直的向上走 因为政策是向好的 整个的资金是增加的 但是在这种过程中 你会急剧的出现波动 因为人的情绪 或者投资的习惯 或者整个市场的风向 可是这种情况 它只是极少数事件 当你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以后 你会发现 整个的市场 其实是跟着宏观经济去走的 但是宏观经济 可能你这半年一年 它都没有多大的反应 但是如果时间长 你整个的一个回馈率 就会比较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看不懂 股神巴菲特的投资 但是巴菲特活了 接近于100岁 他确实用他实际的行动 去证明了 他整个的投资价值 而这一次 股神现在手里握着 3252亿美金的这种现金流 他都不去选择投资市场 也有意味着 整个的美股 其实面临很多的 这种波动性的风险 然后我们也等着 整个的大选结果 到底如何去影响 全球的金融市场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就聊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